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1月8日 在深圳召开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一同出席座谈会 并就如何以实际行动推动香港更好发展 作深入交流及提出建议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表示 香港工商界和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均 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以来 夏主任已多次会见商界 触见中央对香港经济的重视 而今次会面时间 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后不久 反映出中央对香港来年经济规划的关切 在座谈会上 夏主任指出 当前香港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 级组织宁波的香港企业家重要回信精神 正确认识自身发展与香港发展 国家发展的关系 坚定对香港和国家发展的信心 主动识变应变球变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以实际行动全息爱国爱港 共同建设美好香港 事实上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 香港必须要主动及懂得识变应变球变 重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可以看到 北部都会区发展提速 未来五年将逐漸步入修成期 房屋与交通将初具规模 河涛港深创科源加快增量发展 首批来自生命健康科技等支柱行业的企业 将于明年起进驻原区以及新提出的低空经济概念 意味着香港将与内地尤其是临近的深圳展开深度合作 这一切必须要香港工商界及企业界的主力均积极融入发展 而适变应变球变亦是夏主任对香港如何应对未来局势的指引 夏主任表示要坚持以港为家 以港轻业,巩固住,提升好香港传统优势 積極探索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于香港而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基本定位不会变 变的是扶持更多创科产业,增强香港的创科力量 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来自美国的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改革股票交易制度,进一步稳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拓展环球贸易网络,沉迷更多新的盟友 此外,夏主任今年多次会见商界人士 以实际行动全息爱国爱港情怀,这释放出一质重要信号 特区政府仍继续团结各界爱国爱港力量,督促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融入特区政府发展方针及国家整体规划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